这三号紧鱼锅 鲍鱼哈山锅 卢士虾 别自然笑了 为了保障大夫有一个饱满的工作状态 和良好的身体 所以我今天邀请几位 重量级的健身教练 建议老师 掌声鼓励 大家好 我看了一下全体带的这个报告 不便能酸露蛋了 所以呢 不搞啊还行啊 不搞啥呀 这个人还不搞呢 别跟他降水了 人家是酸液的 说啥就听啥得了 我俩私底下跟他研究了一下 私底下 你们那个状态 身体状态确实不好 今天开始就好好练 跟着人练 那回我俩都定完了 就是海鲜的油 咯 咯 你好好练得了 但是我给你教练 教练 教练 我去给你们骂一下 行 今天先到着 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教练 你搞我 我也都不能自己 你现在暂时用不上这个 教练 我应该怎么样 嗯 行不行挺好的 这个 手腕别太让动 教练 教练 你感到我 我爱见识 真是 我特别喜欢见识 你主要是吧 我比较奔子 你教教我 三哥这个我也会 我可以手把手教你 教练教的 比较好 一般的问题都是小问题 教练 你看我们还有技术 不动 你给你跑 我爸爸 我爸 我爸 我你现在说的这么高 你还买这套鞋好鲜 再说 钱都没看你这么表现的 是呗 你要想着 你就出去吃完再回来呗 行呐 别包吻 老板这多囊了 要花钱请教练 要买海鲜 他都不兴趣了 老板 我坐吧 你去洗车吧 你都不兴趣了 看你们 理解能力就是不一样 我找就练的努力 你做咱也吃不了 老板 你知道有道名菜 平常有道名菜 叫气壳鸡吗 你给你来个气壳海鲜 气壳海鲜 你就洗车吧 把帝王蟹就底下 两个刀 气壳里 铺上姜片 铺上花楼 铺上铅子 再铺上帝王蟹去 第二锅 乌龙锅 第三锅 螺丝虾 第四锅 鲍鱼哈山锅 第五锅 山蚝挺直锅 灵堂气壳就是这样神奇 不用加血 到处他会有汤 你想要多喝汤 那你就多沾碗 想要少喝汤 那你就少喝碗 再说 气壳上桌 开发喽 啥玩这个 李天王的煲塔 去生意了 海鲜汤 海鲜隔底边的嘛 这是山蚝井堆锅 鲍鱼哈山锅 螺丝虾 这是波龙 山蚝的帝王鲜 来 我先给老房餐去 嗯 这啥呀 汤啊 这能喝吗 老鲜啊 我给你放点调料 又放盐了海鲜还放盐呢 你啃到喝吧 你说当中人啃到啊 哎呀 鲜过老鲜了 你啥味的 不是你给他拿个碗呢 你帮他自个喝呀 奶奶的花都都 大房里不是老包小 就在三千里面活不了 嗯 真咩气 算一气 你说我气说啥气的 我说狗鼻呢 哈哈哈哈 太馋了哈 啊 原住人给他们整点啥吃吃的 不要你先喝啊 我们等会去决定世界主持就行 这个里边一点水也没甜 我说怎么这么鲜呢 全是羊羊 我刚里喝的差不多了 再给你加点 这全是你们的 这事整个人就我自己个人喝糖 你们这么多人就光看我 我也不好意思啊 等点饭给你弄点主持吃啊 那我们蹦进来吧兄弟们 不是你们怎么吃这海鲜了 人教练刚说完 你们尿酸糕吃不了海鲜 对啊 你现在喝的是啥 汤 鲜不鲜吧 鲜呢刚才不说了吗 对啊 卡鲜当这么鲜的被你吃喝了 你们吃的是海鲜 尿酸糕不怕海 你可别给他瞎白了 我小孩啊 教练 我举个例子 假如我把钢子放我嘴里面 嚼完然后到人鱼里面 那谁能吃你 我举个例子 这家鲜 那酒啊那汤汁都没了 那里面都没了 这都吃的 真的没了 嗯 是不是好像有点道理 好像对又好像不对 哈哈哈哈 对呗 鲜都没了那剩什么了 高蛋白 没毛病 他们能吃高蛋白是吧 皮肌腩呢 我能吃点是吧 你吃不了 你吃月后 你得吃最贵的 对啊 这一碗在云南得多少钱 你想一下 你品一下 激动的心啊 颤抖的手 天是真咸的 我就是不能给你们喝呗 那你就好好喝呗 我们吃点嚼过的干涉就行了 哈哈哈哈 哈 还有味吗 没有啊 那没味吃的有啥意思 嗯 我问一下那海参算海鲜不 海参那肯定不算海鲜呢 他不叫海鲜呢 他叫海参呢 啊 我还不能光喝汤 我还是喝啊 你就喝着汤呗 也是生蚝 多喝点 啊 对你好 喂呀 这得老鲜就 我还个海参 不要踢球哈 哈哈哈哈哈哈 简单上个蟹嘴 还有呢 蜜汁小调料 健身太痛苦了 我帮你尝尝呗 不客气了 你吃吧没事 啥人没有了 他们都说了没有汤了 在我身上 我来一口吃虾老虾的 腸子都快点钻在你嘴里去了 没有啊 只有几个全是他吃的 吃别的呗 那屁王蟹不还有吗 我这今儿吃水饱了 哈哈 那汤堡 咱没加许 一点许都没加 全是真气咱就来了 你知道吗 建许庆功就是这样的 来个波容 哎我发现这两个小舅子在这一做啊 气质就是不一样 那肯定的呀 那 猛口有俩了呗 哈哈哈哈哈哈 就针对于现在 就算情况尿酸都这么高 没人总我吃上来 还是还行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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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